假设我都设好标题了 我想要去把所有的标题二换成黑色字 以前我们怎么做 是不是先选到这个标题 然后改字的颜色 那40个标题二我就要改40次 现在我们改一次 怎么改呢 游标移到这个地方 选到它改成黑色 假设我们改成自动 这是不是变黑色了 请问这个改了吗 这个一定没有改 可是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点这个标题二 常用底下的这个标题二 右键点它 更新标题二已符合 现在游标选择这个标题二 这样我是不是只有改一次 全部40个都改 你看第二个是不是也改成黑色了 第三个也改成黑色 最后一个7.6这个标题二 是不是也改成黑色了 建立好正确标题 我们才有可能提升工作效率 换色换色我再快速做一下 做另外一种方法 假设我现在我们这个标题是蓝色 我想要一样换成黑色 换成黑色 所以这个时候可以点这个滑鼠右键 点这个标题一 常用底下这个标题哦 滑鼠右键 然后修改 修改这里面请把颜色改成自动 自动就是黑色 为什么自动是黑色 因为纸的颜色是白色 好然后接下来请把自动更新打勾 按确定钮 你看6改成黑色 7是不是也改成黑色 通通都会改改成黑色 如果我有7个标题一 我也只有改一次 而且绝对不用再做什么检查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一个改 逐项改 你可能会改了6个 其中有一个还没改 然后你就这时候 是不是会用滑鼠滚轮 往上来去上下检查 对不对 那都是浪费时间